日本女的真够闷骚的 就是你说的另一个叫昼炎吗 昼炎 昼炎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概念 那个片子好 那个片子好 那个片子我是当时第一时间追着看的 他就讲那个昼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天的面孔 他那个全称好像是我记得叫什么 下午三点钟以后的爱情 就讲那个日本 这是日本的社会现象了 已经是家家 就是日本已经很严重的社会现象 就是这种年轻的少妇 在现实生活中跟老公之间 可能是性冷淡 然后不和谐或者怎么样 就是婚后生活我没事干 然后我又有钱 然后我白天 所以他就是白天就出轨 然后跟谁出轨 跟那个各种女高中生 什么男高中生 就是年轻的这个男性 这是常见的一种现象 其实像昼炎像这种片子 这是一个类型 早多少年前黑木桶演那个东京塔 都是这种 这个少妇跟小鲜肉 这个村上春树也写过这种 这让我觉得 这在日本 它是一种 你说你就佩服 他这个家庭主妇的有条不紊 叫什么白日昼炎期 就是说 晚上老公回来 他一切都是这种男子女朋友 回来了 是把你伺候的周周到道的 但是白天送老公出门了 然后下午 他就去跟他的情夫 就这个共度一下午 然后老公回来之前 他又回来 每天神情起爽 前面 都是老公 到这里 老公 生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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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